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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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時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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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創世紀》的十六章 開始進入經文本身 我想跟大家先看一節聖經節 這是我今天的主要目標 我們先看以賽亞書五十五章 以賽亞書的五十五章第八節 以賽亞書五十五章的第八節 在《舊約聖經》八百六十七頁 八百六十七頁 五十五章第八節 第九節 這裡說 耶和法說 我的意念揮同你們的意念 我的道路揮同你們的道路 天怎樣高過地 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 這一節我們很熟 神的意念高過我們人的意念 所以我們在這裡有一個對比 神的意念跟人的意念 這兩件事情 我下午要談的是 人的意念 往往 往往人自以為聰明 我們所思 所為 我們都常常自以為是 而且有時候美其名 神這樣帶領我感動我 其實 離神的意念 離神的意念 差得很遠 所以神的意念 雖然在我們的信仰生活裡面很重要 可是往往我們背道而行 這是一個 常常產生衝突 對立的地方 給我們本身帶來了很大的 一些 互面 不好的影響 這是我今天一個 基本的下午的主題 所以我們要小心 不管我們 多麼聰明 多麼有經驗 或者多麼有見識 我們希望 我們集合這些優點 能夠回歸在 真的是按照神的意念的引導之下 我想這是我的一個主要的目標 那我們看一下創世紀十六章 剛剛讀的是我今天的結論 等一下會講那麼多 你把它濃縮起來 就一個結論 人的想法 人的意念 很容易跟神背道而行 所以我們要很小心 看一下創世紀十六章 我要用十六章 這個故事 來跟大家探討 首先看一節到三節 在這裡講 亞伯蘭的妻子 沙萊 不給他生兒女 沙萊有一個死女 名叫夏甲 是埃及人 沙萊對亞伯蘭說 耶華使我不能生育 求你和我的死女同房 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 亞伯蘭聽從了沙萊的話 於是亞伯蘭的妻子 沙萊 將死女埃及人夏甲 給了帳戶為妾 那時亞伯蘭在迦南 已經住了十年 這是這個故事的起頭 我們校談的整個故事 有關以時馬力 這裡開始介紹 這一章介紹以時馬力的出身 以時馬力的出身 我首先要用一個 比較大的整體的立場 或者比較我們所謂的客觀 比較宏大的角度來看 這件事情 我們要記得 從創世紀十二章開始 如果說我們研究亞伯蘭的一生 那從十二章 神開始選召亞伯蘭 呼召他離開故鄉無兒 所以從十二章開始 亞伯蘭就走上這條信仰 被神呼召選召的這一段道路 在神選召他時候 給他一個應許 裡面 包括三件事情 從他本身 神拣選他 也應許他 子孫會很多 將來成立國家 會繼續得到神的祀福 世上萬國將來以後 也會因為他的國家 得到祀福 所以從亞伯蘭 那個神的給他應許 好像一個 丟出一個好像一個拋物線的東西 從他個人 家庭 國家 世界萬國 從當時一直到世界末了 好像丟出一個拋物線 當然 最後的末了 亞伯蘭眼睛 沒辦法看到真的全部實現 所以他是憑信心 開始走 所以如果說 用亞伯蘭被神選召 走這一條神伺服的道路 當然 神也要給他一個 地面上的地方 給他的子孫居住 那就是迦南地 所以從十二章選召以後 你那個神的承諾 應許 好像一個主軸的目標 那他一生就像一條線 一直走在這一條主軸上 當中有很多主愛 所以十三章 會有飢荒出現 當中有飢荒出現 後來有跟羅德魏的產業分開 財產、財戶、乾擾 十四章 四王跟五王的戰爭 戰爭、乾擾 他要把羅德救回來 到十五章 好像危機解除 但是還沒有 到了十五章 我們上次談的 神跟他立約 為什麼 因為他還看不到他的子孫 神安慰他 放心 要給他子孫 好像天上的心那麼多 他就回答 這個神的勉勵 勾引出那內心一個困惑 我根本還沒有子孫 那神你承諾的怎麼實現 那就我家裡那個 應該算忠心的仆人 可以繼承我的產業 神說不是 從你所出的才算 所以神就跟他立約 要保證 神的約是不會改變 神的承諾不會改變 所以他就相信 所以他繼續這一條信仰的道路 在神跟他立約的時候 差不多他七十五歲 經過十年 所以創世紀十六章這裡 已經經過十年 亞伯蘭八十五歲 還沒看到子孫 他們一直相信 神會給他們很多子孫 到了十六章 開始安排一些事情的 怎麼進行的 是傻來出現他的妻子 或許因為傻來小他十歲 所以如果亞伯蘭八十五歲的話 傻來小十歲 也是七十五歲了 年齡都大了 年紀越老 要生育當然是越困難 所以是不是他們著急了 有可能 人之常行 他們相信神的應許 神告訴亞伯蘭 從你生的才算 或許他抓住這一半的承諾 也沒有說殺來以外不行啊 所以殺來就想趁我還年輕 我們還算年輕還可以生育 老歸老 還可以生育 還可以生育 還有一點能力的時候 趕快想辦法 在這種情況 殺來就提出意見 你可以 取下甲 那是仆人 可以納他為妾 從他生的兒女 算我的當時的風俗習慣 可以認同 當時的普遍的人可以接受這種想法 如果自己沒辦法生 那妾生的孩子歸主人 可以 所以我們也看 當然 人認為可以的 神不見得也認同 我們要記住這一點 大家都人都認為可以的 神不見得認為可以 所以即使這種觀念是當時認可 殺來也接受 好亞伯蘭也接受 神不一定認為很好啊 所以我第一個要講的一個大前提就是 神給他的應許 你先從應許的事情來抓住 神給他的應許 現在臨到這一對夫妻 他們是不是徹底相信 相信一半 你認為 趁夫妻還沒有完全老邁的時候 那就納妾 從下甲生子 雅伯蘭接受 我們剛剛所讀的聖經 莎萊提出這個意見 雅伯蘭接受喔 那時候 他85歲 就是前面這個故事 好 我從結論來講 因為我要今天分兩部分 現在講的是第一個大的 狀況 神給他應許 神有神的時間跟方法 怎麼樣應驗 人往往會自以為聰明 對神以為都那麼了解 不盡然 你敢那麼相信 有把握說你完全 對主完全認識嗎 誰都看不透的 神問約伯 神的一切作為難 那你都知道嗎 很多都不懂 但是人偏偏會自以為什麼都懂 包括對神的安排 那在這裡呢 雅伯蘭跟薩萊換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用人的了解的狀況 用人想出來的方式 要去完成神的應許的旨意 當然出問題呀 當然出問題呀 時間上 不對 方式 不對 如果他在八十五歲 取下甲為切 我們後來才知道 到雅伯蘭一百歲 人根本不可能生育了 斷絕了生育的能力 那時候神 安排的時間才到 才產生 伊撒 我們早上談到伊撒 一百歲才生伊撒 我在最近 照照照 看到一本書裡面一句話 我們通常很少這樣講的 不過那個那句話有點意思 他說不死 不會死 不死即不生 你人不會死透 看自己完全沒有辦法 當你還看自己有辦法的時候 神的恩典很難出現 因為你容易靠自己 所以不死 不會生 傻啦 想趁著 他還可以生育 所以他還 那個念頭還蠻強盛 趁我還可以 趕快進行 那就心還沒有死透啊 還沒有斷絕 靠自己的能力 除非他完全放棄了 我實在老了沒辦法了 傻啦 斷掉這種念頭 伊撒才出現 亞伯蘭也一樣 所以神安排的時間 我們換個話說 人的盡頭才是神的起頭 人的盡頭就是你已經沒辦法了 連自己什麼可誇的都沒有了 你看自己完全沒辦法 神的能力機會才出現 因為人很容易 你一點點 辦法就 葬事自己 然後奪取神的榮耀 神要讓這個很清楚的 那在這裡 亞伯蘭85歲 他就接受 然後他就跟那個 撒拉給他的意見 所以如果以一個神的應許承諾 那個實現來講 撒拉現在所提出的方法 亞伯蘭接受 他們等於是把神應驗的時間提早 那個心態就是多少 有靠一點自己還可以的那種想法 才納下假為切 下假後來生了一個孩子 就稱為以實瑪莉 以實瑪莉 我們看最後這裡 先看一下 我先從一個大的角度來看 我們看 第十一節 並說 你如今懷孕 要生一個兒子 可以給他起名 叫以實瑪莉 因為 耶和華聽見了您的苦情 以實瑪莉 下面那個小字 以實瑪莉 就是神聽見的意思 他為人 必要像野魚 他的手 要攻打人 人的手也要攻打他 他必住在眾弟兄的東邊 下假就稱 那對他說話的耶和華為看顧人的神 那對他說話的耶和華為看顧人的神 在這裡 亞伯蘭年八十六歲 在這裡八十六歲 從十一節開始 因為當 亞伯蘭那夏甲為妾以後 沒有多久 夏甲就懷孕 我們的第二部分 會談到這個詳細的狀況 但是當夏甲懷孕以後 他就看清他的祖母就是沙來 所以惹起沙來的憤怒 就苦待他虐待他 害得下甲不堪其擾 受不了就離家出走 一走了之 他想一走了之 我們附帶的小教訓 一走了之可以嗎 當你受到冤屈 你就離開了 可以解決問題嗎 沒有 如果不是天使擋住他 他結果更淒慘 他想脫離 傻來給他的壓力跟逼迫 那好像一個苦難 從一個苦難跳脫出來 可是跑到曠野 另外一個苦難 前途渺茫 更大的災難在前面等候 所以天使給他指導 你回去 到你祖母那邊 他後來真的回去了 那是一個額外的小教訓 當你目前的苦難沒有解決 你想一走了之 沒有那麼簡單 一走沒辦法了之 還會像滾雪球 後面的問題越來越大 那就是讓人 你要面對問題來處理 而不是逃避 但是以什瑪利 下甲生以什瑪利 那是天使給他取的名字 很奇妙 即使他算一個下甲是埃及人 外族人 神還是救他 對不對 那條路他 蘇爾那條路 曠野 看起來他要往埃及 因為他本身下甲是埃及人 所以他可能想回埃及 他的祖國 但是在半路 天使把他擋住 叫他回去 叫他放心 你會生孩子 也給他承諾 這個孩子後來 子孫也是蠻龐大的 也是蠻多的 順便把這孩子 還有他的子孫的個性 都講出來 像野狸 還有獨立精神很彪悍 欺負人 人家也欺負他 個性特色都講出來 然後順利生產 最後就講 當夏甲生以什瑪利的時候 十五節講 夏甲給亞伯蘭生一個兒子 那時候亞伯蘭給他起名 叫以什瑪利 這個名字是天使 所傳給他的 好 即使是外族人 神的恩典 也臨到夏甲 還有他的孩子 以什瑪利本身呢 他的名字含義 我們要透過名字含義 來點破這個故事一個 一個有意義的地方 剛剛我們所讀到的十一節 天使叫夏甲回去的時候 說因為耶和華聽見了你的苦情 那個下面那個小字 以什瑪利就是神聽見 下甲受冤屈 他受冤屈 當天使安慰他的時候 除了給他說你的孩子取名叫以什瑪利 也說明 也安慰神聽見你的苦情 所以一喊 以什瑪利 就要聯想神聽見 你當事人 你的苦楚 不管你今天受冤屈 即使下甲他有缺點 他不應該看清祖母 可是他被欺負 神看到了 神看見 所以神聽見 以什瑪利 一談到以什瑪利 我們有兩件事 神聽見 還有下面那個神看見 很可能 在曠野那個路上 下甲噴到死者的時候 他有水泉 應該是有井水 所以他後來把那個井 取名叫屁爾拉海來 神看見 我在這個地方 噴見了那個看顧 我的神 看顧人的神 這個翻譯有點複雜 在那個井那個地方 下甲他 感受到 我噴見 噴見誰 那看顧我的神 看顧人的神 所以他把那個地方 那個井叫屁爾拉海來 神看見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 用一個局外人 來看這個故事 一談以什瑪利 你一定要帶來兩個 異議的解釋 神聽見你的冤屈 神看見你的苦楚 下甲本身是用這樣子 感受到 好後來他聽天使的話 回去 撒來那邊 他就在這個拜神的家庭裡面 生出以什瑪利 所以以後不管是 雅伯蘭 或者撒來 只要聽到 以什瑪利 他們一定要想起 神聽見 神看見 好 如果連下甲這種 外族人 這種奴卑的身分 都能夠這種事情 體會到神聽見 神看見 那雅伯蘭 跟撒來 這是選民的祖宗 正統的祖宗 神的承諾 你相不相信 你應該相信 所以 一談到 以什瑪利呢 如果 因為這個事情的始作俑者 開頭是撒來 所以直接的反射 對誰的刺激 教導最大 對撒來 對撒來 為什麼會有 以什瑪利的出現 那就是撒來的傑作 你不要出這個收主義 雅伯蘭不會 那他為妾 下甲就不會生出 以什瑪利 所以那個始作俑者 在撒來 那為什麼他要這樣安排 對神的話 不敢輕音相信 回歸到一個最原點 即使年紀老邁 他擔心 如果我年紀更老邁的時候 根本生不出來了 他擔憂自己的能力 所以他希望 趕快處理 當 亞伯蘭納下甲為妾以後 他這裡 我們看一下他 他這裡有一句話 我們大概不會去注意的 第二節 十六章的第二節 撒來對亞伯蘭說 耶和華使我不能生育 他在這裡 也一直講 神沒有讓我生育 求你和我的使你同房 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 請看下面那個小的字 得孩子 原文作被建立 很單純的如果看上面的 經節 得到孩子 但是下面那個小字是另一種反應 得孩子是被建立 或者我可以因為下甲得到孩子 我被建立 等於是他被重視了 孩子跟下甲本身 有沒有孩子一個問題 或許撒來所在意的是說 我有沒有面子 因為對猶太人來講 不難生育是最羞恥的 是不是他就是很在乎 我有沒有被建立 有沒有面子 他希望他有面子 至於有沒有孩子 那個次要 什麼方式都無所謂了 只要有孩子 好像讓我遮羞 那未免 對這種神的承諾 太看輕了 神不會給人承諾 贏諾千金 贏諾無價的 沒有價值的 很難去衡量的 神給他們承諾 很多考驗 包括孩子 還沒有孩子 也是考驗啊 如果他一直一直那麼在乎神的應許 那他應該像 撒摩爾的母親 哈拿不能生育 拼命禱告 如果正面的例子就是哈拿 拼命禱告到聖殿也禱告 無聲也禱告這樣子 神會聯名 結果他不是啊 我們很少看到在整個撒來的故事裡面 很少看到撒來都很正面 很積極去靠神禱告的 好像 好像看不到 他總是隨著亞伯蘭 跟著亞伯蘭這樣子 這樣 一路走過來 好像我們很少看到他 他這樣很獨當一面出來 來看他的信仰 那在這裡呢 雖然神有承諾 他只看到會讓他著急的事情啊 年紀老邁了 哇這個神的意思怎麼實現啊 剛剛那個小字是說 讓他被建立 如果亞伯蘭你 那下甲為切 有孩子 我被建立 我有變子 整張的故事我們剛會讀到最後 最後 以斯瑪利出生 最後那兩節獎 亞伯蘭給他 取名以斯瑪利 這個這一張的故事是用亞伯蘭做結束的 如果說你開頭是撒來 開始把這個故事拉出來 拉出來他希望他被建立 結果結束的時候 他的影子無影無蹤了 把他引蓋起來 就是亞伯蘭出現 那這種側面的教導 你愛面子 你用耍手段 神就是不給你面子 而且製造問題 我講的第一大部分到這裡結束 所以我們今天 要小心 不要靠人的小聰明 正言三章五節講 不要依靠人的聰明 來為自己磨斷一些事情 要依靠神 如果神今天給你非常聰明 感謝神 你要把這個聰明 再寄託在神的大能 智慧之下來引導你 我覺得那會更好 而不是說靠你的小聰明智慧 然後背負神的承諾跟應許 那會越幫越糟 所以傻來 要用人的想法跟力量去幫忙神的承諾 越幫越忙 製造更多問題 所以這個第一大段 我的重點放在這裡 我們有神很多的應許 雖然我們信心還是蠻脆弱 很多考驗 要求神憐 神不會對我們很苛刻要求 但是會考驗我們 從經驗 從生活裡面來培養我們 當你實在不行的時候 你盡量禱告 要等候 所以我們剛講 八十六歲 八十五歲到八十六歲這個時候 一百歲才生 以撒內 他那個時間提早了 不能等候太著急 所以你應該 不要以人的想法 想去 去完成神的旨意 你應該能夠 如果事情還沒有結束 沒完成之前 我們要學會信心 依賴跟等候 那這個就是跟我們這一陣子 跟大家常談到的 你要常常親密 親近神 神會讓你那個時間 各方面慢慢去配合 會讓你的信心去搭配起來 好我講第二部分 因為 殺來這種自以為是的做法 帶來一個這個家庭的問題 我們先從家庭入手 人力 用人的方法來處理 家庭問題 所以所當其衝 出問題呀 當夏甲 懷孕的時候 他看清他的祖母 那惹起沙蘭的憤怒 我們同樣這三個角色 沙蘭 亞伯蘭跟夏甲 當時這個家庭的三個分子 在這個人力的貫穿之下 產生的結果不協調 本來這個家庭算起來還 還融洽 但是因為這個事情一攪局 三個有點分裂 當然一開始就下架看清祖母 我們先講第一個 祖母殺來 他認為你是我的悲女 我給你機會 所以你今天不懂得感謝 當你有身孕了 還看清我 再起碼我是祖母啊 有階級之分啊 我是你的主人啊 所以他就苦待他 苦待就是 有點虐待 有點虐待 那個虐待應該蠻嚴重的 所以夏甲不堪其苦 就逃掉 所以那種虐待應該蠻嚴厲的 這個事情是傻來自己 先製造出來的 他所當其衝 整個問題反覆到他身上 有人講 他雖然 因為夏甲這種態度 心裡不舒服 他不要去虐待他嘛 他可以不舒服 他可以 可能可以罵夏甲 他不要逼迫他 他逼迫他 好像人家本來還蠻同情 這個祖母 今天反而被看清 本來還同情他 現在他逼迫別人 那種同情的成分 會減少 會減少 但是傻來 就是 忍不下這一口氣啊 他就苦待他 這是傻來本身 當他覺得下腳對他 這樣這種態度 讓他受不了的時候 他告訴他的丈夫 亞伯蘭 我們看一下聖經 看一下聖經 剛剛所讀過的聖經 創世紀十六章 十六章 我們從第四節開始看 這裡就是這個 很有趣的部分 三個人 都有他們的態度 第四節 亞伯蘭與夏甲同房 夏甲就懷了孕 他見自己有孕 就小看他的祖母 這是夏甲的態度 第五節 撒來對亞伯蘭說 我因你受驅 我將你的死女 將我的死女放在你懷中 他見自己有孕 就想看我 願耶和華在你我中間判斷 亞伯蘭對撒來說 死女在你的手下 你可以隨意待他 撒來苦待他 他就從撒來面前逃走了 這就是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 在夏甲離開之前 就是夏甲當初懷孕以後 他看清祖母 那撒來覺得受委屈 第五節 撒來覺得受委屈 他就跟亞伯蘭說 我因你受驅 我因你受驅 意思是說這些都是因為你 我因你受驅 他說我將我的死女放在你懷中 那他今天見自己有孕 反而對我這種態度 他說願耶和華在你我中間判斷 他說願神在你我中間判斷 他希望 其實撒來把這個責任推給丈夫 我因為你都是因為你 我今天這麼受委屈 都是因為亞伯蘭你 因你受驅 所以他希望神來判斷 我們先看亞伯蘭的態度 他在你的手下 下甲在你的手下 你可以隨意帶他 他要保持自己自身自外 沒我的事 你們兩個女人的戰爭 你們的事 推卸責任 丈夫也是推卸責任 他在你的手下 你可以隨便帶他 他不這樣講也可以啊 他自己完全沒有責任 也不想怎麼去處理 任憑傻來你 既然你這樣講傻來就苦待他 一個希望能夠把受委屈的事情 交給神處理的 他今天自己私底下 念待別人 是不是諷刺 嘴巴講得好聽 怨神公正的懲判 結果自己呢 人力很重 你對我不好 我就逼迫你 那嘴巴還講 怨神來申冤 很大的諷刺 雅伯蘭也是推卸責任 夏甲呢 當然有他的不應該 他不應該他有身孕就看清祖母 這個這個我記得很久很久之前 我跟他跟大家講過這一部分 第五節 從第四節開始 夏甲懷孕 第四節夏甲懷孕 他見自己有孕 就小看他的祖母 因為他的祖母 沒辦法懷孕 別人沒有 你有 你覺得你高他一等 今天 你有什麼 別人沒有什麼 很多人因為這樣 我有 你沒有 一筆 我高你一等 我瞧不起你 好 我有錢 你沒錢 我有車 你沒你沒車 我有房子 你沒什麼房子 我覺得我高你一等 我看不起你 難道因為你有就看不起別人嗎 夏甲就是這樣 他也不想 我今天為什麼能夠懷孕 我今天為什麼能夠懷孕 祖母給我機會 他不會從源頭來回想 人很脆弱 所以 我今天是互代談 這三個人的角色 都有優缺點 後來他就嚇起來就逃掉 一週了之 他想脫離 被逼迫 被藐視的這種環境 當然那種環境應該很辛苦 他想離開 他有孕了 他有沒有想很遠 他一個孕戶跑在曠野 安全嗎 回到故鄉 真的可以平安嗎 都很難預料 他就不會想那麼多了 只想趕快脫離目前 結果神憐憫他 在半路上 我們看一下這個經節 會讓我們得到一些安慰 第七節 耶和華的死者在曠野 蘇爾路上的水泉旁 遇見他 對他說 莎萊的死女夏甲 你從哪裡來 要往哪裡去 夏甲說 我從我的祖母 莎萊面前逃出來 耶和華的死者對他說 你回到你祖母那裡 胡在他手下 又說 我必死你的後裔 舉其還多 甚至不可申訴 下面神略 當下甲逃出來 在那個蘇爾曠野的路上 噴到神的死者 神的死者 死者 一開始 對他的稱呼 殺來的死女夏甲 那個稱呼很重要啊 等於是提醒你的身份 殺來的死女夏甲 他也可以直接叫他夏甲 他沒有 他點出他的身份 殺來的死女夏甲 後面問兩個問題 從哪裡來 要去哪裡 這兩個問題 夏甲回答第一個 要去哪裡沒有說 當然死者知道啊 那是故意的 第一個稱呼是點破 提醒他你的身份 你是殺來的死女 在聖經裡面 那種身份蠻重要 你是主人是仆人 到新約聖經也一樣 到今天我們也一樣 其實今天在這個非常自由的時代 有時候你的工作你的身份 那個尊卑掌幼順序還是很重要的 你不可以完全把他打亂了 你還是要尊重那個 先後掌幼的順序 在這裡呢 神的死者提醒他 殺來的死者 殺來的死女 你要回去 你有你的主人 傻來是主人 你要回到傻來那邊 但是回去這一趟路不容易啊 好不容易才逃出來 所以殺來 殺來那個下甲逃出來以後 他造實說 我從你看他怎麼回答那個死者 第七節那裡下甲說 我從我的祖母殺來面前逃出來 他說我從我的祖母 他還是認定我的主人 祖母殺來 我是逃出來 我是不告而別 不負責任的 我想一走了之 他回答的第一個問題 我從祖母那裡逃出來 死者告訴他 你要回去 胡在他手下 跟以前一樣 胡在他手下 侍奉他 當然這一段路很難走 我們相信啊 殺來也不容易接納 你既然看清我逃走了 還回來 還期望我對你多好嗎 那個就沒有下文 但是我們知道說 他這一趟回去也不簡單 但是這個就是一個回歸 死者要安慰他 不用擔心 回去 平安 承諾給他孩子 承諾給他孩子 會成為大族 包括他的個性還給他取名 所以他真的回去了 我們要講這一段 為什麼有這麼多問題 下家的問題 亞伯拉的問題 殺來的問題 本來一個家庭算 還蠻和睦的 因為殺來出這個意見 讓亞伯拉的納妾 來生孩子 來取代神的旨意 弄得家庭差點分裂 那種很和諧的關係 沒有了 所以如果我們從 我們像一般的家庭來看 我第二個層面 如果從這個家庭 你把它提升到另外一個角度 教會呢 教會是一個屬靈的大家庭 我們今天也是 有個人所扮演的角色 像保羅講的 我們個人的角色都不一樣 可是我們都在這個家庭 我們會大家很和諧很圓滿 因為神的愛 神的聖靈神的旨意 讓我們在這裡整個配合起來 來一同來建立一個 非常喜樂美滿的屬靈家庭 但是有時候 這種關係會受到破壞 就是有時候人會自以為聰明 用人的想法來做一些事情 來安排來怎麼樣 所以如果我們從 亞伯蘭這個當時是家庭狀況 以這個把它提升到教會的層次來看 我想也一樣 所以我們今天 第一個要回歸 尊重神的帶領 神的旨意 那需要神的道理 來安慰 來引導我們的心 所以我們一直想辦法再學習神的道理 然後透過吸收把它實踐出來 除了在外面為主發光 在教會當中彼此和睦協調 歸著很圓滿的生活 我們相信神的旨意跟祝福 會更豐盛的臨到 而不會說讓本來神的應許承諾 帶來一個殘缺很破壞的現象 鬧得大家都很不愉快 我們看當時亞伯蘭家庭 大家都很不愉快 弄得有些人要離家出走 那你看 如果夏甲離開這個家 這個家至少還是一個拜神的家庭 好像神的家一樣 你看如果他這種出走 就是離開了神的家庭 往哪裡去 往埃及 埃及是世界 被毀滅 將來要被毀滅的 離開神的家然後趋向世界 結果會更好嗎 這是夏甲離家出走以後 那一段路給我們一個提醒 所以我們要求神幫助 大家一體來建立 這個一個美滿的屬聯的家庭 而且不要因為一點小地方 覺得受委屈 就鬧脾氣 我就不在這裡了 我就離開了 最大的損失當然是自己 教會也有損失 少掉弟兄姊妹 也是教會的損失 所以我們從他這個故事 我想跟大家分享 下午兩部分 從大的角度來看 以斯瑪利出現 讓我們要聯想到 神聽見神看見 夏甲的苦楚 神都看見了 所以 撒來 他們不應該用人的想法 要去完成神的旨意 那會越幫越忙 第二個 家庭 需要好好維持 如果說我們慢慢脫離神的安排帶領 用人意去取代 只是會越幫越忙 越來越混亂 我們看不見嗎 今天事實上很多家庭 不像家庭 家庭的成員四分五裂 那缺少了神的愛 神的道理的滋潤跟關懷跟連結 所以要求神幫助我們 我們希望我們家庭很圓滿 教會也很圓滿 下午的見證到這裡 來唱詩